日本女团AKB48近年来人气暴涨 随之而来的负面消息也是铺天盖地 看似清纯的各位罗莉妹妹却被频频爆出裸照床照 相应大尺度令人咋舌 不禁让人感叹到底是靠脸卖意还是靠肉出名 AKB48积极在世界各地发展姐妹团 当中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为活动地的GKT48成立最久 近日团中15岁的研究生安妮莎爆出全裸床照 进而遭到退团处分 据悉安妮莎加入团体当练习生还不到一年 网络上就流出她全身赤裸 被一名同样全裸的男子搂在怀里熟睡 侧身还挤出微乳 肋骨程度比过去所有成员都夸张 加上她的脸完全入境 想赖也赖不掉 床照爆发后 经纪公司在第一时间宣布安妮莎因素行不良退出团体 更意外把团员印塔尔也扯进来 两个人一起遭到开除 被网友直酸 怎么只要跟AKB扯上关系就会闹丑闻呢